其實我們桌上有三個砧板 分別有荊木、蜆木和松木 荊木多數都是酒樓的師傅用多 為甚麼?因為比較大塊 而且比較硬 而且切得比較貴 其實這個比較小的就是蜆木 蜆木多數都是家庭用多的 因為它的處理和保養方法比較容易 而且比較小一點 砍東西、切東西、剁東西都適合用 不過我始終喜歡松木 因為它的木質比較軟 把刀下去, 不會那麼容易傷刀 而且又蓋肉, 它們很容易爆 有個處理方法, 擺乾淨它 擺乾, 等它一會兒 蘸熟油, 淋上去 讓它吸收, 吸夠了 用毛巾蓋上去 蓋上去 不會吸收其他味道 簡直是服侍它 沒錯, 而且記住 不可以用洗潔精 對 我也不可以用洗潔精 只用清洗嗎? 洗潔精是要做什麼呢? 去油 砧板要有油才不會爆 你去油, 砧板就爆 這就是很多油鹽 為什麼砧板爆的原因? 而且不會, 就是有一個叫做洗潔精 其實現在有很多鑊選擇 這房間還用生鐵鑊 即是又黏底, 又難清洗, 這樣一般 那幾樣東西 就因為你們買了鑊回來 還未懂得如何處理新鑊 你買了鑊回來, 首先洗水 是 放水下去, 煮沸… 滾水 是, 滾了之後大約四個字左右 倒掉 倒掉 清理之後, 放乾淨 放進去再燒熊 再燒熊 放些豬膏, 一邊煎, 一邊走勻 然後放韭菜 為什麼? 因為有韭菜, 把鐵腥味 沙眼、鐵手走開 戴酒嗎? 這麼厲害? 還有, 讓它吸收鑊 吸收鑊後, 鑊融起來會滑溜很多 再用幾次, 一定不會黏底 好用生鐵鑊, 全熱快, 煮好 掃到兩次, 沒問題 勒、熱,顯得 要道,天氣 好嗎? 吸收…